講了3.3幅 它可能在測試的時候就是3.3幅 如果你今天給的電它有一點上下飄移的話 這個元件裡面某一個contact 或者是其他元件 它可能就會超過它的範圍 超過範圍那一瞬間東西就壞了 像我們的手機裡面有上千個元件 某一個小小元件沒有通過這個測試 這個產品就壞掉了 所以對機台監控這個機台上面的健康狀況監控的話 電力品質現在已經經濟被納到裡面 可以看看說這品質好不好 還確定這機台的壽命會不會受到影響 那產品出產測試當然是最次一次 已經是很多公司在出產產品之前 都會做到的電力檢測的部分 那到底電力檢測有什麼好處 很多人只是說我是看到底是不是六四幅吧 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對這五大領域來講的話 其實還蠻有用的 第一個就是先看說 我到底這個單位 如果是以家庭來看的話 我整個住家到底用電量多少 那對公司來講的話 他比較壯意的是 我整個場的用電量多少 因為有些公司會認為 台電他給的價格太高 或者是他要的錢太多了 那你當然如果自己沒有設備去佐證你這樣的 這個這個 他要錢太多的依據的話 你怎麼跟台電講 台電也不理你 所以現在很多人的應用就是把他 我在場內的總電源開關那邊的時候 我去做電力品質量測 去累積這段時間內 到底我們用了多少電 台電的電表來了 差了幾度 我至少可以跟他 argue 所以這很多人現在 尤其是大電廠 我知道有些鋼鐵廠 其實他們都在用的是這樣的技術 那第二的話就是submeter submeter就是說 就是說我今天我已經知道我整個電廠 或者整個工廠用電量是1000瓦 那因為部門跟部門 現在很多可能還會變成指公司 或者指部門之類的 每一個budget不一樣 每一個budget不一樣的話 我怎麼樣去分配我的budget是在對的地方 有些公司說我的產是 我的這個產線其實用電量比較高 那有些說沒有我曾經用電量比較高 那我怎麼樣讓這個責任做區分的話 其實可以透過submeter的動作 所以我在每一個部門也分 也做一些電力品質分析功能在上面 我就可以確定說我每個部門 上面的電力用的是多少 那再來就是幫助我們的流程做得更好 就是我今天如果想要跑一些 機器要跑一些流程 可能比較耗電 但是我跑流程耗電的情況之下 是在高峰期還是在低峰期 所以我可以透過類似這樣的分析 我可以知道說 我是否這個比較耗電的設備 需要在高峰期還是要避過高峰期 在低峰期的時候再去做使用 Charge的費用會比較低 我可以間接的降低你的成本 那其他的話像 不需要講話 大部分就是看 比較普通的一屆應用 那我們看看 我們實際上面 現在能看到大部分聽到就是說 今天如果想到 如何去兩側power 其實就是這個一個方式 大部分的想到就是用電錶 所以我們最熟悉的就是用電錶 因為我們知道用電量多少 就是靠電錶 那實際上面 如果要真的去做到電力power上的兩側 其實都是靠這個equation p.vi 就是voltage x current 如果大家記不太起來的話 我這邊研究另外一個公司 叫做power.vi 所以接下來就可以知道 所以voltage x current 就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用到的power是多少 那如果我們把voltage 跟current的圖形 都同時擷取進來的話 就可以看到他們其實 他們有一個相位差 那相位差就會影響到 你整個電力品質的功率多少 所以這個東西的差別 就會影響到電力品質的差別 那這邊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現在兩側的設備 如果你是單純去擷取一個voltage 再用另外一個設備去擷取你的current的話 你雖然可以畫出這個圖 但是你沒辦法算出功率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算的電力是同一條線 如果你用兩個裝置去做擷取的時候 你這邊的時脈跟你這邊的時脈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沒辦法把它集合在一起 在同一個時間點都兩側的話 你出來的效率是錯的 你沒辦法算出它的倍差 你就沒辦法算出它真正功率是多少 它損耗功率是多少 所以你只能大概算出它的power是多少 那如何將這個正確的power算進來 你的裝置也需要做到比較高的依舊無限 所以你今天你只是隨便在外面買一個很便宜的 資料截取卡片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截取出來這個波形 但是如果你的解析度不高的時候 你的波形有可能就變成這個巨石狀 因為它可能只有3bit 3bit的話這真的太誇張了 因為路上應該找不到3bit 那如果8bit跟16bit的話 就有一點差別 所以你想想看我們把誇張一點變3bit的話 你進來的波形 如果是變成類似巨石狀的情況 在某一個時間點其實是在同一個伏特數的 所以你這樣量測出來一定會不準 所以你必須要找到 如果你要你的整個量測結果 越來越精準的話 你要搭配的就是更好的卡片 你才能完美的呈現出 你現在這個伏特數跟Current數的這個 現在真正的曲線是怎麼樣的曲線 那這是我們看得到的實際上波形 其實上我們看一看 並不是Current每一個都是正選波 像我這邊來講的話 我有試過用那個 如果是有變壓器上去的話 大部分波形都會產生這樣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電壓轉換的機制在裡面 所以它出來的波形 並跟我們想像中的這個正選波其實是有點差異的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們轉換的效果跟功率 去做一個判斷 那怎麼樣會有這個Face的差別 我們剛剛講的Face很重要 其實在一剛開始 電從發電廠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Face差的 就是它有電 然後電流也跟著一起跑 是沒有Face差的 那真的發生這些Face差 或者是功率的消耗的原因 是因為中間的所有的Loading 跟每一個程序跟Swipe 這個所謂流程上面的那個能源的摔刻的部分 所造成的Face差 所以剛開始在我們這個發電廠的時候 產生出來可能是完美的電力 所以電力公司跟你講說 我出來電都對了 如果你被多XQ或少XQ 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可能是你的廠面的問題 他們都會這樣講 那實際上面呢 如果他們在運輸廠裡面的某一個節點 像這邊的話是Transmiss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電量都很高 幾百KB傳輸的這個電量 然後之後呢 在某一個區域電廠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有些時候 居民會抗議啊 抗議我電廠不要在這邊啊 不要開在我家旁邊 因為有輻射的關係 其實它那個電廠就是 我們這邊有Local的Transformer 就是把超高壓的電力 從南電北送 北電南送送完之後 在某一個區域的時候 再去做分電的動作的時候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電廠 那這個電廠呢 依照你的這個區域 某個區域的需求 去分配不同的電力 給不同的電力 不同的環境去做使用 所以可能住家是最小的 大概110或220 類似這樣的一個區域 那其他可能工廠 跟其他電廠 就是透過這個配電公司 去做配電動作 好那今天如果要做一個這個 這個智慧電網去做分析啊 或者是做什麼分析 其實是太困難了啦 所以我們如果像我們今天要做demo的話呢 就是透過類似一個延長線 其實延長線裡面就是一個智慧電網 因為它來的電源 總共電源是每個原廠線 現在大部分都是1650瓦 所以裡面的話呢 你看你的不同的這個設備 插上去之後呢 會吃掉你這1650瓦的某一個段 某一個瓦數 在這裡面其實是它自動配電的一個 一個概念在裡面 所以你看demo的時候呢 就會透過 我們上面有三個插孔 插上不同的設備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耗子 然後會有一個顯示出來 那今天我們用的demo呢 是 這其實是一個demo box 這個demo box是 我跟美國這邊 請他們幫我們view出來的 還蠻漂亮的 我怕推出來後 等一下要打倒 然後等一下要demo的時候 再把它推出來 那它裡面的內容 基本上是架構在一個compile reel上面 所以compile reel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把我們所有的 撰寫的分析函式 把它部署在裡面 透過幾個模組 去達到電壓跟電流的兩側 所以這邊的話呢 9227是電流的模組 所以最高可以承受到500A 那這邊的話呢 是有一個9225 是最高在300V的 那relier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 我們的另外一些需求 這是沒有帶進來 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做到 能源最佳化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裝置 在某一個時間點 你要把它switch on 然後變到你的能源 把它變到最佳化 這本來是一個demo 是這樣的demo 那這個demo 是沒有把它加進去的 那電壓電流 都結束進來之後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軟體的部分 我們總不能自己 拿一個電壓電流 兩個相承就說 我的power就是這樣子 那每一個人這樣算出來之後 每一個人算出來的值不太一樣 然後就跟台電講說 你的電品質不好 你就必須透過一些 真正的軟體 是透過我們工業認證的軟體去做 像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今天就推出了 Electric Power Suite 這Suite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經過 IeC EoM跟IeBoi的Standard認證 所以 如果你今天 用我們的模組 然後去結局進來 透過這個分析函式去分析的話 大致上的準確率其實是 比你自己首算 或者是 你讀取這台值還要高很多 因為它裡面可能還有一些規格 你要怎麼樣去算 你可能是know how 是我們都不懂 那透過這個library 能幫你把這些值 做最正確的演算 然後針對電力品質上面 有很多特殊的現象 這一個工具組就可以 馬上把你偵測出來 所以這邊呢 可以看到幾個特殊的現象 是harmonic 就是noise的部分 所以有可能你的電 都是在110伏克 但是你的電 有些人有講電很髒 因為它的裡面還有很多noise在裡面 所以你的設備 因為這些noise而造成損害 這邊的話只可以把你偵測出來 那freaker的部分的話就是 有時候我們這個電 就是我們上課上一上 上班上一上 或者是晚上看電視的時候 突然散架 然後電碼關起來又開了有沒有 那就是freaker 那就其實是 我們電力品質裡面的一個缺陷 所以如果你有透過 如果它這個工具組可以把你分析出來 在哪一個時間點它發生了freaker 這個狀態 然後把你去做檢測的動作 所以你也可以記錄這些東西 然後跟你的台電 或者是某些廠商跟他講說 你因為給我的電影這些品質 導致我的 集團受到損壞 造成損害 是不是要賠償 這個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這一句 但是其實就可以變一個 依據出來讓大家去做廠好 另外一些電力品質上面來講 會有SEG 或SWELL 或是Interval 這些其實都有定義在這個 定義在我們這個Standard裡面 那 接工具組都買滿做到 那量測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但是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很害怕 因為 大家都知道這個電直接插進去 好像都會 電到都會 其實還滿痛的 其實量測的電也沒有其他方法 就直接把這個電接進來 那因為我們這個模組最高 可以支捲到300伏特的RMS 所以你就直接去檢測電 我們可以要 電源的方式可以直接去做這樣的 接線的方式 那 電流的方式就比較特別了 電流的方式其實就變成是一定要 串聯 所以 有一個方法就是直接把這個線 剪掉 然後 把一端接到正 一端接到負 然後過去 所以 所有電 經過這條電線的電流 你就可以透過我們這個模組 把它 這個檢測出來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這邊線斷掉啊 或者是 電源過大的時候 你這個模組可能會受到損害 所以有另外一些方式呢 就是透過 Current Sensor 或者是Current Transpucer 那這個模組就非常非常多種了 有些是類似這種 他們叫Crime 方式 所以 只要 之前 之前我們講到這個線 是把它剪斷 所以是破壞式的兩側 那如果你要像這個線 不要去剪斷它 你要像 就有可能是客戶的這個產品 你把它剪斷然後送回去 它就買 那你可能不要去做到破壞式檢測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 類似這樣的一個Sensor 我們會透過一個夾子 夾過之後 因為我們的電流 在經過設備的時候 會有電池 磁場 然後我們透過磁場去分析 到底電流量多大 所以 我可以透過這方式去量測出來 它的電流所長 當然還有不同種類的這種 類似Hold Sensor的方式 然後今天我們是類似 用這種Sensor 所以它是 最高可以到30V 30A 30A 然後我們把它降壓到5A 然後透過數學方式去做還原動作 所以 我們可以檢測最高到30A的電流 所以就看得到各位選擇 所以其實只要你的感測器 有辦法接到這麼大的 感到接到它的訊號的話 其實都可以拿來做量測 那今天用的方式就是我們透過這個線 沒有閉門把它剪斷 直接透過一個Sensor 倒闊它 然後去做一個檢查就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電力品質 還有一些是我們比較 看起來比較沒有感覺的 就是我們自己本來沒有什麼感覺的 但是實際上面是電力品質上面的一個權限 就是Seg Swell 跟Interval 基本上就是他們這個電力本來是 應該是正常的 電壓 然後在正確的Frequency裡面 去做傳輸的動作 但是實際上面有時候在某些 運送的過程可能遇到了一些問題 它就會出現電壓在某一段時段突然變小 或者是突然變大 或者是突然沒有 像Frequency的方式 類似這樣的 那他們就會有類似這樣的規範 Seg,Square 跟Interval 的規範 每個規範其實 這個不是我們自己訂的 這個是 IEEE 1159 到11955 這邊的規範 所以 他們規範就是說 當你的Voltage在某一個時段的時候 到達這個Range的時候 他就定義為是Seg 那這些問題呢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的 產品的品質跟壽命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這其實都是在Paper上面 那其實類似這樣的應用 這些數據要怎麼去分析 我們Toolkit都不然做好分析了 那這些問題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這些都是問題 可是我們有什麼結果 其實 我們發現說 很大的原因會造成的是 電腦會當機 突然跑跑 突然就不行跑了 或者是突然就當掉 重新開機 然後就卡在那邊 那很多原因都是因為 電力品質突然的轉換 或者是有一些瑕疵 導致你的電腦沒辦法反應 或者某個元件暫時故障 Memory被Flash掉 那造成的就是電腦 電腦當機問題 那你像Current跟Voltage的Face 就會因有沒有這些設備 而做Shifting的動作 那有這些設備在裡面的話 可以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 你電力的消耗 或者是幫助到你電力的消耗 所以有些產品裡面 有些電網裡面 它可能會加很多卡派施 那原因是因為 它可以把過多的電力 存在它的電力系統裡面 所以它會變到省電的效果 所以這其實是 看你要怎麼去運用這些物品 然後去打到你的電力最佳化 那其實電 我們講到Power 大家是想到其實P等VI P等VI 就以為那個Power 就是Final Power 但其實Final Power 看出來的值 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樣 其實它是一個公式 然後我們真正的Power 真正 其實我們 這應該 其實可以示意成說 這是我們真正 實施的Power多少 但是 實際上面 我們所輸出的功率 跟實際上面 達到的功率 其實是Real Power 那 這一段 就是我們 耗費掉的功率 所以其實 我們不管施多少力 並不是我們施了多少 我們施了多少功率 或者是我們用了多少電 並不是真正代表 你用多少電 因為很多其實是 當費掉的 那 以一個正常的 以一個我們生活上的實力來講 如果今天是一個馬 在推一個火車 那有可能馬 沒辦法在鐵軌上面走路 所以它必須用斜角的方式 去推動這個馬車 所以它耗費的功率 大概是這樣子 耗費的功率 但實際上面 它能真正推進的 這個功率大概只有這邊 我可以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是 你耗了很多功率 但是實際上面 並沒有讓到那些功率 有些功率其實是被浪費掉的 那 我們怎麼樣去檢視 我們這些power 是不是合乎一個規範 或合乎你的需求 那在業界裡面來說 或者是我們在店裡面來講的話 都會用到一個power factor 所以 剛剛看到real power 跟你實際上面用到的power 去做一個比率 比率當然是 越高 越趨近你一的話 那你的效率是越好的 如果越低 也表示你浪費的功率非常非常多 那 怎麼樣去將這些power 去做最佳化的動作 因為有些是 你輸入全部電進去 但是 它只用其中一些其他的都浪費掉 你浪費掉的話 那它的電其實還是在供應你同樣的東西 可是你就浪費那些 那些電在裡面 那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看到 業界已經有非常多裝置 漸漸在建置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那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基本上 這個其實你們在google上面 已經錄得到 一樣的畫面 我今天有看到 這一樣的畫面 其實它就是透過一個relay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有辦法去做到一個 做到一個電力監控的系統 然後加上我們剛剛講的relay系統的話 我就可以控制這個relay 這relay可以接到一堆的capacitor 然後這些capacitor 如果你今天發現這一段的電力 運用了耗掉非常非常多的 多餘的電力 就是你耗電其實 讓廢掉的電量非常非常多的話 它可能就可以switch on 將這些電做儲存 它就變成說 它整個電力系統 可以做到另外一個平衡 然後它的電力就耗掉比較少 那 其實 如果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話 可以去google上面找一下 好多youtube上面都會講說 power factor correction的部分 那可以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 做的calculation 如果要針對這個power上面做的calculation 通常都會做到類似這樣的一些 這些 兩側分析 然後做出來可能就在分析這些seq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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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sql 他們透過Single Ball Reel 或 Compile Reel 已經很成功的將我們的 Toolkit 整合到這整個硬體裡面 所以它可以透過這樣的硬體 只要把電接上去之後 就可以檢測這一個 site 上面的電力品質 然後去做到 report 或產生的動作 所以整個都是商品化的一個產品 這是他們軟體的介面 但是不是說我們這邊有現成的硬體 你就可能要購買或怎樣 這是他們的 user solution 你們如果今天針對電力品質是有興趣的話 我們的 Toolkit 也可以讓你把這些東西很快的建設出來 所以你自己想要去建設一套軟體哪裡賣 你自己是OK的 那這是我們的現在的網頁 你可以看到如果就是電力與能源分析的網頁 透過 Compile Reel 可以很快的把這些品質做一個整合的動作 那這邊我就 因為這個桌子有點像電腦的電 如果把這台電腦的電拔掉的話 你可以看到其實都是 noise 它的吃電量非常非常少 那有些人 我這邊再拿另外一個東西來測試一下 這邊再拿另外一個東西來測試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廣告都可以看到那個什麼 北極熊叫你把那個東西沒事的時候把這個電都拔起來 你看其實它這邊如果沒有插任何東西 或者是沒有插任何東西 這邊可能比較暗 如果有興趣的話等一下上來看 或者等一下我會把它移到demo floor 等一下有時間的話想要興趣的話也可以看 那這個東西是沒有插任何的 雖然電還是持續在供 但是沒有任何的電鈕因為它沒有loading在上面 那如果今天是單純的把一個iPad 或者是iPhone的一個adaptor插上去 它其實就已經開始吃電了 它已經在做電鈕桶 雖然我沒有裝任何東西 它已經開始吃電 雖然電量其實非常非常少 但是長久以來整天下來其實也很多 那這個TOKET號數字我還可以去看這個PQ Table 所以我可以看到我剛剛的那個Active Power Reactive Power Apparent Power 是值是多少 然後你的Power Factor 到底好不好 那你的這個 這個實際上面電壓本來是110或220 差距多少 我這邊是120 像我在公司的話它是100多 這個是不同的Power給的紅率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 大家會想要看的就是 Frequency 所以你的這個程式 你的這個電力給的這個Frequency 到底是不是對的 也很重要 因為有些可能是50Hz 有些是60Hz 使用錯的Frequency 或給錯的Frequency來講的話 對你的產品可能都會有一些 Damage 那這邊的話是看好 Monic 那看說你這個產品 這個電力 在這個位置 它發生的這個Noise 到底都不高 這看起來比我的公司的還要高很多 這邊Noise好像比較長一點 那順便看一下我們現在所有 產品的Frequency 應該說電力的Frequency 跟它的這個電力的提供的V跟I是多少 這個可以看出來 那我把電腦的電插上去 怕它等一下沒電了 就可以看得出來它的 其它的品質 或者是看一下它的Wayphone 這跟剛剛不一樣 這其實 剛剛在外面看起來好像是比較圓滑一點的 那在這邊的電 不知道為什麼它這邊好像Noise比較多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品質到底好不好 那後面這兩頁功能是 像我們剛剛所講的幾個特殊的電力的這個事件有沒有發生 像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設定說你的那個SWare 它裡面的那個極限的位置是多少 大家看到 然後還有到底有哪些事件有沒有發生 它的公規裡面的一些條件 到底是不是這些資料是不是都是正確的 像這邊會幫你檢查 所以它會幫你去做所有我們EM50、E60所做的這個電力安全規範 在這個網頁裡面 它都 這個工具組裡面都有提供給大家 然後在這一頁裡面去製作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工具組的好處是 呃 其實我們台灣 台灣做很多機台出去 它都會送到世界各地 因為台灣是工具集的大本營 那 發生很大的問題是 我在台灣測試的結果都是OK的 沒有問題 但是到大陸的時候發現 欸大陸的地給到40幅啊 或者是 它的問題就是 台灣都沒問題 到那邊就出現很多問題 但是很多問題其實發生都在電力上面 所以如果你們自己可以開發出 在機台上面一個電力品質監控的一個小小環節的模組在上面的話 你在這台出去之後 至少我可以在第一個時間點 知道說這整個機台的電力品質到底好不好 我要去整 我要處理的事情是 先讓你講 把它這個電力處好 還是說我這邊 可以做一些防護的設備 把這些電力呢 去做這個 加強 或者是把這個電力會發生的問題 去做出錯動作 好 所以 你用的特別多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在浪費這個能源 所以會造成一些汙染 所以它透過這一次的這套系統之後呢 它可以知道說 怎樣去控制電 更有效於控制電 並且呢 去排除過量使用電都產生出來的這個汙染 對它來講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像它這邊的話 就加入我的Compireo 去把這個電力動作為控制 這是他們本身在鋼鐵廠裡面的一個發電廠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這邊簡潔的列數來說 如果 如果用Power Measurement 去用Level來做的話 其實是 用到一些好處 但是這些 剛剛我頭上已經講到不要那麼多了 那後面來講的話 只是 我在這邊講再生能源 會用到一些工具 那 再兩個實在跟大家講一下就好 因為後面的東西其實還蠻複雜的 那我們希望 我們再生能源這邊其實會看到就是 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 或者是 水力發電 或者是水力發電 就是這樣的功能 那 裡面要做很多能源上面的轉換的時候 其實會發生很大的問題 是 你可能會在 AC to DC DC to AC 然後跟DC to DC之間 去做轉換的時候 耗費掉很多功力 那 怎麼樣去正確的控制 裡面的費時 跟裡面的這個 這個 轉換的效率來講的話 就必須要加入一個Control System 那這個Control System的話 必須要有電力分析的功能 所以它才知道說 它的轉換功率要去做轉換 費時才會正確 例如這樣的功能來講的話 我們在這邊其實 漸漸的把這整個系統跟環境架構出來 所以整套系統其實非常非常複雜 那這邊我們代替 我們用一個V的方式去做這個設計 所以在最初期 如果今天你想要 Design自己的這個 Converter 或Inverter的話 我們是有一套軟體 幫大家去做這個 這是電路板上面的分析 進而做到Total Time的話 是我們的Compario 那剛剛講到那個 能源控制上面的這個控制系統 就是我們要做分析 然後去控制Inverter這些部分的話 我們有一個新的產品 叫GPIC 這是最新的 它是在電源控制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如果要像一個電池 是DC的電 今天要轉換成AC的電的話 裡面的FACE 是不是能到正確的FACEX 那這些東西都要透過很簡單